两人被困深渊薄冰 只要一个不小心他们就会葬身冰窟 可就在两人缓慢前进试图了 身旁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嘶吼声 只见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从十吨后走出来 两人见状赶紧掏出武器严阵以待 只见一只全身通红的怪物抖了抖身上的鸡血 缓缓地向两人逼近 被吓呆的两人处在原地不敢动 双眼死死地盯着怪物不敢出声 紧接着怪物一脚重重地踩在冰面上 巨大的体重造成冰冰碎裂 双方都被这空如其来的裂缝吓得连连后吼 被困两人依旧死死盯住怪物不敢松懈 可接下来的音符直接让两人惊呆了 怪物居然潜入了水中 并且盘旋在两人脚下 巨大的冲击让冰层加速破裂 两人见情况不妙赶紧转身往后逃跑 怪物紧追其后 然而在跳过一处破碎的冰面时 意外发生了 男人掉进了刺骨的湖水中 可怕的怪物在男人身旁盘旋了一圈后 接着全速往男人重来 危急时刻 女人将男人拖出了水面 然而没等两人缓过神来 怪物再次从破洞中靠着 两人不敢停留赶紧起身继续逃跑 紧接着快速爬上栏杆 怪物紧追不舍 好在狭窄的栏杆为两人争取了好好时间 好在两人及时地躲进了附近的边附 最后成功地躲过了怪物追杀